我想說的就是 遇到愛不稀奇 但是稀奇的是遇到理解 我覺得男生 其實你真的挺幸運的 因為你遇到了一個 這麼理解你 而且默默為你付出 不言語的一個女孩 應該要懷著一顆感恩的心 來跟她交往 我一直覺得在愛情當中 除了我愛你這句話 是最動聽的情話之外 還有一句話很動聽 就是謝謝你 因為我們往往 在交往的過程當中 會把自己的愛人 當成理所應當 跟我是一樣的 我用我自己的衡量標準 去衡量你 我用我自己的價值觀 去判斷你的價值觀 你既然愛我 你就應該跟我是 同樣的步伐 前進或者倒退 可是不是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個體 我們每一個人 都可能有自己的棱角 人家不是說兩個相愛的人 其實像兩隻刺猬一樣 在一起的時候 需要彼此收斂自己的刺 兩個人就是兩個圓圈 需要打破交融 然後才能在一起繼續 所以有的時候 不要把自己對待 人生的一些價值觀 強加在別人的身上 你可能應該去理解一下 她在對待這件事情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態度 她背後是不是有一些隱情 就你需要的是 像她這樣理解你去理解她 明白嗎 明白 所以我覺得 你除了跟她說我愛你之外 應該跟她說的是謝謝你 你這麼熱心腸 這麼樣的一個好人 如果把這樣的熱心腸 分一部分 這樣的心分一部分 放到女朋友身上 我相信她會更加地默默地理解你 支持你 而且不要對她的付出熟視無睹 其實有的時候 她沒必要這樣做 她這樣做的原因只有一個 就是我愛你 好吧 明白 嗯 好 我覺得女孩沒有什麼問題 祝你們幸福 謝謝 好 謝謝莎老師